刚才司马兰先生成功的对习近平进行了高级黑 因为习近平做副主席在墨西哥讲来的话 都被认为是土拔落的话 老土的表现 没有文化的表现 什么吃饱了饭 没事干 这样的话都拿到国际上讲 那么李锐先生这个定义就是 说没有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 所以毛病不改 就是饥饿成习 毛就是毛泽东 成习就是习近平 就毛泽东那个时候 弊端就没改过来 成了习近平 那么他说文化程度低 这个不是教育程度 不管你教育学的是真的假的 在职研究生还是混的研究生 这个工农民学员还是大学生 我们先不谈 文化程度代表一个人对文明的感知 对社会的感知 对民心民意的感知 那文化程度低 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